細胞的構造 在講細胞的構造之前 要先請大家比較一下 課本的23頁 那邊有一個很原始的細胞 是席卷 還有課本的12、13頁 動植物的細胞 所謂的蒸合細胞 這種比較原始的細胞 它比較複雜的細胞 在哪些構造上 會有差異呢 來讓同學自己看一下 有沒有人要舉手告訴我 拿一些構造的差異 細胞很好 這是最大差異 這幾號呢 33號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差異 也是最重要的差異就是 細胞核的 有無 如果是 原核細胞的話 它是沒有的 它是沒有的 細菌 藍綠菌 沒 如果是 增合細胞 像植物動物的話 是有 好 他沒有人要舉手 有鞭毛 你是幾號呢 8號 8號 很好 你是透過你的觀察 客人上的植物動物沒鞭毛 細菌有鞭毛 所以他透過他的觀察 得出這個結論 我告訴你們喔 其實這結論不太正確 不過這同學的觀察是正確的 所以我要講給他 因為他是透過他的觀察得到的 好 那我現在替 大家修正一下 那不正確 齁 其實 第一個 細菌不一定有鞭毛 你知道對不對 第二個 我們的動物 可能也會有鞭毛 我不是說原生動物 我就是說我們 男生的精子 跟細菌的鞭毛成分一模一樣 然後你們就說 老師那是男生的精子啊 好 女生的梳卵管 為什麼卵 會從卵腸 跑到子宮 因為你梳卵管裡面有鮮毛 就跟草裡蟲的鮮毛 都夠不大一模一樣 過來過來 過來 所以女生梳卵管有鮮毛 還有 男生女生的 上級到的氣管 都有鮮毛 鮮毛的位置100 幫你的黏一擺上來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這樣的勾張 不過透過觀察 得到的底教才是最好的 好 他們其他同學看到什麼差異 就是有沒有分區 有沒有分區 很好 你說的是一些隔間 對不對 就是他有類似說 有保護可能 但是在你上上 對 有一些隔間 compensation 就是所謂的隔間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有一些 增盒細胞有一些隔間 有一些隔間 像內直網高級視體 這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膜 這是我們統稱為 單層膜的爆氣 像客人12、13頁 你可以看到 內直網高級視體 就用體液泡這些 請問細菌有嗎 沒有 你是幾號呢 還有剛才沒有漏夾的 好嗎 你 加過了 13 好 那我們就把剛剛那些單層膜的隔間 我們都把它統稱為 這個單層膜的爆氣 原核沒有 真核有 他們同學有看到什麼差異 沒了嗎 可以 等一下 因為你加過分了 我想要先留給 還沒有提的同學 我告訴你們喔 我不會告訴你們答案喔 沒有人提我們辦就只有兩項 嘿 嘿 中心體 中心體很好 只有誰才有呢 動物 動物很好 小老師幾號 28 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 大家可以看到 欸不對 我們現在要比的不是動物質問 是圓核跟整核 好 對不起對不起 修正修正 我們繼續比掉圓核跟整核 他們有什麼差異 差異 別怕有七個 那我們就停留在兩個 什麼 我們要比的是圓核跟整核 不是植物跟動物 好 一泡也屬於那個乾層膜 所以我們比完 好地線體 只有誰才有 增核 增核 好 立線體或葉律體這種東西 也許葉律體不是所有增核細胞都有 可是這一個叫做雙層膜的胞氣 你會看到只有增核 冤核沒有 好 好 好 你是幾號呢 好 1號 12號 12號 好 還有沒有 快喔 困體出來 幫我們關著三個喔 真的細菌跟 一般的整核生物差異 就這麼少嗎 如果這是學測考 怎麼辦 他就會讓你看 頭做比較 高級事情 高級事情我們剛說了 歸在單層裡面 沒 很好 但色體就是DNA的部分 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呢 是 形態嗎 增核細胞核是 積高的細胞核 喔 你說位置 很好 DNA的位置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DNA的位置 增核因為它有細胞核 所以它是在細胞核裡面 可是原核 它沒有細胞核 所以當然是在 細胞 植 裡面 好請問你的幾號呢 8號 8號 很好 還有什麼差異呢 那個 儲存養分的 儲存養分 這邊我們看不出來 圖或紋裡面都沒有 這樣沒有 不太是 不太是 沒關係 拆拆看沒關係 你可以援引你的背景知識 但有的時候剛好就是不完全是這樣 但是你講出來都是好的 待會之後我們就會高水依靠到你的什麼樣的東西 好阿妹喔 有沒有覺得我留一個位置下面那個在那邊很奇怪嗎 沒有我們要看別人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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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藍色流器 一個要染色流器 喔好嚴格來說這你們國中學到的不完全是這樣 其實細菌或是蒸蠅細胞都有DNA或染色質或染色體 它的DNA也會有蛋白質去結構 好沒關係還有嗎 但是你講的都是部分正確的 就是不完全這樣 長到的高中會有些修正 看到嗎 我相信有一個東西你們知道 數量 什麼數量 年齡很好 人 你可以告訴我人有多少年齡嗎 23 對 所以是幾條 46條 那細菌呢 長得像一條是條狀嗎 一圈 一圈 好幾號 十一號 這個很重要喔 原核生物的DNA 它的形態是 一個環狀 不是蒸蠅細胞呢 以我們人類來說 我們有23對46條 豌豆有7對14條 果蠅有4對8條 所以我們都是多個條狀 好 老師再讓我們補充兩個重要資訊大小 猜猜看原核比較大還是真核 猜一下 細菌比較大 還是植物動物細胞比較大 猜看 答案是 你剛才要裝那麼多條狀 因為有這麼多東西 從那裡面內容 我們應該就可以思考到 應該是 增合會比較大 或是你要裝這麼多 放棄試體內植網 細胞 人物體 密線體 葉育體 還裝個細胞核 而且還有好多藍色體 所以 增合會大很多 大多少呢 原核 Generally 1到10個微米 microliter 增合 Generally 10到100個microliter microliter 10的負6次胞 就是給你尺上面最小的那個刻度 的千分之一 就是microliter 好 好 所以大概是差10倍啦 但是這只是一個大約的值 譬如說大腸桿菌就是 3個microliter 譬如說人類紅血球大概是12 白血球大概到15 有很多超過這個範圍的細胞 譬如說香蕉的果肉細胞 我就很喜歡 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細胞 細胞碟體 你把香蕉軟軟的果肉用牙籤沾一點 磨 磨在鍋邊上 然後第一個點液蓋起來 點液可以染它裡面的澱粉 你就看到整個香蕉細胞 果肉好大好大 中間都是紫色好漂亮 香蕉的一個果肉就 200多mgm 所以這只是一個 大約反 好 最後 複習一下 原核細胞跟正核細胞 哪些東西是原核的細胞 原核有細菌 還有一類 我們其實也算細菌 它比較特殊會光的作用 叫什麼 藍菌 對 對 好 蒸核已經形成細胞核的 這類 其他的四界 是什麼 那四界的生物是蒸核 植物 很好 然後呢 動物 然後呢 菌物 對溫生菌 菌物都可以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原 生 生物 老類啊 原生動物啊 原生菌類啊 那些 好 所以我們先把 原核 蒸核的 比較 簡單講這邊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圖裡面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都可以提出來喔 你看古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它跟在原核跟蒸核之間是共同的 原核的細胞裡面這麼卑微 可是它還是有那個東西 幫我看一下是什麼 原核也有 蒸核也有 它超重要 核糖體有沒有注意到那一顆一顆的東西 對 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重要 細菌也有 蒸核也有 蒸核也有 我們很快就會學到 核糖體 它的功能是 合成蛋白質 蛋白質對你們來說的概念 我知道很單純 就是都是蛋白質可以提供熱量 答案 其實沒那麼簡單 我們身上有太多有功能性的東西都是蛋白質 我們身上 幾萬種的酵素是蛋白質 我們的胰島素是蛋白質 我們細胞膜上面的各種通道是蛋白質 我們皮膚的角質是蛋白質 你的肌肉分是蛋白質 然後整個蛋白質就決定了整個細胞和個體的功能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核糖體會參照DNA的訊息 把蛋白質做出來 所以細菌也要有 蒸核也要有 蛋白質就是 DNA的產物 DNA是藍圖 蛋白質是看的藍圖做出來的產物 所以兩個人都要 DNA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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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一之二節的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把這種比較原始的細胞 跟比較 複雜的細胞做一個比較 好接下來我們要回到這個 蒸核細胞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我們人類是蒸核生物 所以我們不會在 原核細胞中 太久的停留 我們要用 蒸核細胞的構造 欸不對 好啦不這樣 不要擦掉好了 不要太快開始講 我們看到十二十三頁 在進入蒸核細胞的構造之前呢 一樣你看這兩個細胞很像 我們要自己來觀察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這裡面的構造 長什麼樣子 它的形態 它的位置 還有它的功 它的名稱 都能用 請你們把每個構造的形態 位置和名稱看看 第二個重點 請你比較 哪些構造 哪些是植物獨有 哪些是動物獨有 比起操筆記 不如照相 然後你趕快來比較一下 你現在才一年級 你要訓練你的觀察能力 還很有時間 只要訓練操筆記的能力 那就很可惜 對 好 幫我再看一下植物動物 那些構造的形態 位置 名稱 先了解一下 然後是動植物的差異 然後是動植物的差異 好 我來帶著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從細胞的最中間 細胞核看齊 細胞核在這邊跟國中不一樣 好難喔 居然真的好幾個東西 好 那幾個東西我們後面再看 先跳過去 接著我們看 最靠近細胞膜的 這些單層膜上面有點點的東西 請問是誰 粗糙內食網 這所以叫粗糙 所以它上面有點點 在電子顯微鏡下看起來很粗糙 好 接著 粗糙內食網的外側 有一些被切成像圓圓的東西 顏色跟粗糙內食網很像 但上面沒有扁點 那是什麼 平滑內食網 因為它內食網是圓形嗎 這裡化成圓形 可是 我們要翻到18頁 18頁大家可以看到 粗糙跟平滑的肌部其實是 相連的 平滑內食網不是圓球 而是圓柱 圓管形 只是剛剛那張圖是一個很牽連 所以看起來是圓形 好 我們回去 十二十三頁 好 接下來我們再去往外看喔 在粗糙跟平滑內食網的更外側 有一種東西 刻本用粉紅色的扁囊狀來表示 它是誰 高基斯體 好 動物跟植物大概都會有這些 我剛剛講的所謂的單層模的保氣 然後你們會看到一些 只有動物或植物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請大家來提出來喔 有沒有誰可以提出來動物跟植物所獨有的一些東西 小老師你剛剛不是提出那個嗎 來啊 動 對 誰才有啊 懂的 因為我明天有小老師一定要幫你加到幾分 幾號 28 好 動物才會有中心 這件事情除了死類我們要想想看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中心體的功能太重要了 那中心體要牽引防錘絲 有沒有看到兩個人要卡哩卡哩的東西 像那個吉拿棒 垂直 在細胞核旁邊 等到細胞分裂的時候它太重要了 它要牽引防錘絲 把布置的來這裡拉到兩個細胞 所以它功能很重要 你如果在動物細胞把中心體剃掉 動物細胞的分裂就會失敗 那為什麼植物可以沒有 植物細胞分裂有失敗嗎 沒有啊 它會分裂 對 植物細胞會分裂 但是不是我們剛剛講的葉肉細胞也有 它是表皮細胞 形成生你們國中學過嗎 對啊 不是有講過會分裂嗎 但是大家 對 不要不好意思 我們學的跟平常的思考沒黏在一起 所以大家 老師有講形成生會分裂 意思就是其他細胞不會分裂的意思 但是大家都以為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形成生它是當典會分裂 現在都不會 好 植物細胞沒有中心地 它細胞分裂也沒失敗啊 為什麼 因為植物有一種取代的東西 叫做尾管組成中心 在電子潛圍基下 它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我們還是有找到它 好所以不要只是死背 動物有植物沒有 你要知道植物有什麼方法 評估它的缺陷 好他們其他同學要告訴我 是不是動物的差異 欸等一下 你在解架過嗎 好什麼 葉綠體很好 只有誰才有 好 葉綠體 你的幾號呢 24 好它叫個 嘿 什麼的大小 一包的大小 幾號 2號 很好 有一個東西叫做中央大一號 你看它只有植物才有 有 動物的都小小 動物不會有中央大一號 這個大一號的功能 你們國中老師可能會說到它儲存水分 色素 廢物 然後可能還會有人說到養分對不對 其實沒有什麼養分 不過沒關係 因為細胞的養分不存在這 每個植物細胞裡面都有澱粉盒 那才是主要儲存養分的地方 好 那大一套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它對植物來說太重要了 都不需要 蛤 是嗎 植物沒有血液 都擬了很多沒有血液 蛤 隨便踩 隨便踩 圍織細胞的手 對 圍織細胞的形狀 你知道外面的大樹植水也可以站得很直 可能是因為它有腹植部 它的腹植部很發達可以撐住 可是草本植物的金是綠色的 你知道那種比較愛強的植物金是綠色的 它沒有橫桃的綠材 它是怎麼站起來的 它有骨頭嗎 動物有外骨骼 內骨骼 植物 尤其草本植物 腹植部很不發達 它怎麼站起來的 植物細胞要靠什麼方法 讓自己覺得 硬硬挺挺的 細胞 還有 裡面的那顆 液泡 植物細胞就像氣球一樣 氣球沒吹就怎樣 氣球吹薄了 就這樣 所以你看 比較草本的植物 它缺水的時候會怎樣 油水的人 就站起來 所以這大液泡很重要 它可以提供植物細胞一個 銅壓 一個膨脹的這種力量 讓植物的細胞 可以勾起來 對 整個植株就可以 可以滴 有沒有什麼漏家門他要告訴我 好它有什麼差異 好很好 細胞壁只有誰才有啊 好幾號 十五 十五 好 細胞壁 只有植物才有 動物沒有 他跟大液泡一起維持了草本植物的形態 然後它有什麼差異是沒提出來的啊 可以 融體 好很好 融體 只有誰才有啊 動物很好 幾號 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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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融體 請大家看到融體 請大家看到融體在哪裡 課本只有表示在動物 把它劃成一個GG小的東西 可是融體的功能很重要 簡單講一個功能 融體裡面有很多水解酵素 所以細胞當中有些老舊的包氣 你要回收 你要把它拆解 要靠融體 就像 家裡的老爺車 開久了 然後快壞了 可是裡面有很多東西是好的啊 你送去舊車場 你會直接幫你壓電嗎 不會 喔你的引擎是好的 拿出來 你的輪胎鋼圈好 拿出來 然後座椅還是好的 拿出來 跟另外幾台車 湊一湊 又是一台 很棒的二手車 我們細胞裡面的包氣也是一樣 會用融體 裡面的酵素把它初步的拆一下 它再重新做新的東西 所以融體的功能很重要 植物沒有的話 難道它的老舊包氣 不用回收嗎 會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個人是學病毒跟癌症的 我對植物生理不熟 但是我們可以查書 植物怎麼可能沒有這樣的功能 結果查到答案是有的 植物的某一些液泡 裡面就擁有很多的水解酵素 它基本上就執行著融體的功能 可是植物學家把它名稱為 液泡 這是植物學家跟動物學家 沒有好好的溝通 也可能是 植物的這些液泡 同時兼具其他的功能 所以我們要幫植物平板一下 植物沒有典型的融體 但是 植物有某些液泡 它基本上 就扮演著融體的角色 它不會有功能的缺失 千萬不要指貝 植物有 動物沒有 動物有 植物沒有 你要去思考到 沒有的時候 它是怎麼 要事情進行的 Anyway goes 好 還有嗎 大致上好像就是這樣子了 好 那我們比較的部分 大家商量的部分就在這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 到增核細胞 開始一個一個談 它的構造 好 增核細胞 你們小時候就學過啦 最外層就是細胞膜 中間就是細胞脂 還有那對阿里夫達的東西 好 這裡面呢 就是細胞核 所以我們就 一個一個來談 好 請大家翻臉 我們就先從這個細胞對外的門戶開談起 好 好 細胞膜呢 我們會先來談它的功能 你可以先來看細胞膜有什麼功能 然後我們現在從 功能帶到它的成分 一顆細胞沒有細胞膜 還可以稱為細胞嗎 細胞膜 把細胞圍起來 它可以幹嘛 內外就可以 隔開了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隔開 我們可以獨立的行使一些化學反應 不受外面干擾嗎 沒辦法 連濃度都不能維持 所以第一個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隔絕 隔絕細胞的內外 細胞外面 可能是一個水溶液的環境 細胞裡面 也是一個水溶液的環境 我們要把它隔開 讓外面不會干擾到 我裡面的代謝反應 就像我們的校園 我們要圍牆 把它圍起來 然後呢 在裡面就可以獨立的運作 校園內的事件 好 可是我們需要圍牆 可以全部圍起來 不要讓任何人進出嗎 這樣就很困難 不可能 所以細胞膜也是一樣的 除了隔絕之外 他要想辦法讓我先 蓋出去忍出去 蓋進來忍進來 我知道什麼呢 選擇性的偷透 譬如說 老師也要進得來啊 如果妳把我擋住在圍牆外面 難道我要爬牆嗎 對 抱歉 抱歉 喝著水 自從疫情來 我覺得我快得腎臟病 但是恐怕要兩年都不會感到 每天都戴口罩清洗手 超衛生的 但是我發現我喝水要爆檢 平常每天他要喝 五瓶那樣的東西 現在只剩一瓶半 那你就拿口罩 好 所以細胞膜呢 第一個他作為 分隔內外的一個 的界線 第二個呢 他又要讓某些物質可以進出 譬如 苦辣糖要不要吸力買 暗體酸飲料啊 這些都重要一些 建構的酒精物 那產生的一些毒性的 氨要不要出去 癢會癢會不會出去 對 所以細胞膜基本上 又要隔絕 又要能夠讓 該進去該出來的人 能夠過去 這他的功能 好 從這功能 我們要來帶到 細胞膜的 組成成分 第一個 你們覺得 要能夠隔絕 內外的 水溶液的環境 細胞膜的 主成分 應該要是 清水性 還是清油性呢 清油 油才能夠把 水跟水 隔開 所以細胞膜的 第一個主成分 他一定是一種 脂質 這個叫做 磷脂質 用油 把水跟水 隔開 磷脂質 好 找什麼樣子呢 我畫一個超簡單的 主物 不是我不會畫他的化學式 馬上就可以寫出來 先把一分子的 乾油跟三分子的 脂肪酸脫水 然後再把 一分子乾油的 上面的磅磷脂 去掉 然後再加一個磷酸基 或是一些胺質上去 搞定 這樣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知道 你來變成那個頭 跟那個腳 有什麼性質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頭 其實裡面就有一個磷酸基 磷酸基是帶負電的 請問各位同學 帶電的東西 就像磷子這樣的東西 它應該是 水溶性還是油溶性 水 化學老師都有教 所以這個頭 其實它是清水性的喔 清水的頭 下面這兩隻腳呢 叫做脂肪酸鏈 簡單來說它就是有 碳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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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 都是碳鏈的東西 旁邊就只有 清清清清清 碳清碳清 碳清的下來 這樣子的分子 沒有辦法跟水形成清潔 所以它沒有辦法好好的把自己 分散在水中 所以它會被水排擠 它會自我聚集 請問 常碳鏈 脂肪酸鏈 是水溶性還是油溶性 油溶性 所以這兩個是 清 油的尾巴 超帥的耶 妳是板中的嗎 不是 妳是北女兒 對不起 我以為我班有板中的 因為它就要在射尾巴 因為我最近看到放學生 妳不覺得有一些板中的嗎 那個不是 重彈的 喔那是重彈喔 對不起 原來是重彈的 好 那他們來幹嘛 我以為 我以為他跟他演 喔 好 我以為有什麼交換耶 好 原來就這樣 好 對不起 太笨了 我以為就有禮拜三 喔 好 還是 我以為有什麼超酷的板中的 我以為要念什麼 不是啊 多年前曾經這樣過啦 真的 真的啊 多年前有交換 好帥 我反正會來我們交過 我還以為又這樣的 喔 好 那我這樣還是有很多 有趣的機會 德國人 日本人 然後什麼 中國人都會有歐爾來 你們知道嗎 交換 然後還有那個荷蘭人也來過 我們那種傳統的 亞洲最不歡迎 白人的來了 你們都很歡迎 覺得美男的帥 對不對 可是他們來會讓你們知道 你們就是生活在悲慘當中 當你們問他們 他們幾點上學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九點 然後幾點放學 他就三點 一天幾節課四節 然後每天還有一個藝能課 你就要崩潰啦 對 然後呢 大學 SSC ICM Paper Bob 大別我們都排名 就全部都在台大前面 蛤 我們學的東西上了三倍 然後考上大學排名 又給我們前面 世界到底怎麼了 其實不大分錯的是 我們學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我這樣子 那個要幹嘛 啊 我在喝飲咧 算了 對 亞洲社會就是喜歡比個高項 你們現在學的東西 上大學都會忘記 然後你們人生還是過得很順利 因為大部分知識不是生活準備 而是學術準備 生物學也變三一三 真正對你生活上有幫助的東西 大概十分之一 我真希望你們高一 只要選到十分之一就好 可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到大一到大二 欸 八餘體是什麼東西 蛤 微管數嗎 喔 中量的我們 不需要 都不需要 你人生還是很順利 數學只是要基本的代數 還有幾個最基本的就可以了 就是人生的全部 對 我這個影片還是不要放學好了 呵呵呵 好 零子質是這樣子一個很特別的分子 它如何構成細胞膜呢 召喚一下我的 我影片 如果我們今天 把零子質分子 幾百個 幾千個 放到一杯水裡面 把這杯水搖一搖 放下來靜置 讓它自己成形 你會發現有趣的事就是 它自己變成這樣的結構 Visenta 有沒有看到這個結構 它是自發形成的喔 無需塗裝 零子質分子在水裡面 就會自己形成 有密集恐懼症的能源 自己比眼睛 用心的聆聽就好了 好 用mental image 零子質能清水頭 會朝外 對著水的環境 然後零子質能油油的腳 會跟油油的腳 聚在一起 所以就會自發形成的 很穩定的結構 能量上很保守 叫Misella 所以它會自己形成 好 另外一類 還會自己形成一件大球球 這大球球叫做Libso 微肢體 這個大球球的外側很像 跟Misella很像 主要就是 零子質的清水頭 朝著外 面對著水環境 然後零子質的腳呢 向內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 Libso的中間 還會包一坨水 既然它中間有包一坨水 它就要想辦法去面對這個水 它怎麼面對 它有另外一層零子 看到嗎 另外一層零子是頭向內 清水頭向內對著水環境 清額的腳向外 對著剛剛外面那一層的腳 所以油對著油 然後呢 中間的清水頭包圍著水 外面的清水頭對著外面的水 這一樣是一個能量上很保守 很穩定的結構 叫Libso 而且它可以很大喔 如果中間包的水比較多 它就用比較多的零子質 來包圍中間的水 外面也是比較多 好我們把Libso的手這邊 結放大 就在這 你會看到它外面有一層零子質 裡面有一層零子質 外面零子質頭向外 裡面零子質頭向內 腳對著腳 這個構造 零子質的構造 來打開我們課程 14、15頁 就是我們細胞膜的主成分 所以很多科學家懷疑 細胞膜的形成 是一個很自發組裝的過程 基本上所有人在實驗室做實驗都做得出來 你只要把零子質下在裡面搖一搖 就會自己形成一顆一顆像細胞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零子如何構成細胞膜 它們可能會自發性的排列成 兩層的構造 所以細胞膜的中間 整個是油脂之一 外面用清水頭對著外側的水環境 裡面用清水的頭對著裡面的水環境 這整個構造我們稱為雙層零子質 不只是細胞膜是長這樣 內裝的膜、科技式體的膜、容體、衣泡的膜 乃至於粒線體、葉綠體的膜 全部都是H質 好 到這邊有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細胞膜的第二個成分 課本上你可以看到 十四十五頁 有一些課本用粉紅色表示的東西 它鑲嵌在細胞膜之間 請問它是什麼 不知道 我是要你看課本 對 它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它可能不動到 但它有可能不動到 它是什麼成分呢 蛋白質 對我們現在是講組成 所以它是蛋白質 當然同學很有嘗試 已經知道它可能扮演通道 對 這個蛋白質它可能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 細胞膜要隔絕內外環境 零子質做到 可是我們要選擇性的通透 就是讓特定的物質技術 比方說葡萄糖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拿進來 可是你知道葡萄糖沒有辦法穿過這個東西嗎 葡萄糖是水溶性 這整個膜是油的 你把葡萄糖輕輕的壓壓壓壓 它就彈回去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開一個門 就像剛剛後面的文人講的 這些蛋白質有可能扮演運輸的角色 它可能是一種運輸蛋白 運輸蛋白還細分成通到蛋白質 抵抵蛋白等等的 我們現在先不談 所以請大家在這顆蛋白質上 這顆是有Transmembrant Pro 穿膜的蛋白嗎 你們用你們的 優異的美術技巧 在上面畫一個洞 它應該是穿膜蛋白通常都是有洞 它就是某些物質的一個通道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有些蛋白質 它只有在內側或外側 那這些蛋白質就是幹嘛的咧 它可能有什麼功能呢 坦白說蛋白質 膜上面蛋白質功能 起碼有六七種 但是我們並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隨便可以講一種 瘦體 瘦體的功能就是 接收細胞外面的訊號 然後調整細胞內部的生命 這樣講實在太不具體了 說個舉個例 今天你們喝完珍奶 吃完飯 你們血糖會怎樣 上升 血糖太高對身體是不好的 所以會分泌什麼基礎 胰島素 我們說胰島素可以降血糖 到底是怎麼完成的 胰島素就是這個細胞外的訊號 它順著血液 流流流 流到我們的身體 某兩類的細胞 這兩類的細胞 它可以上面有胰島素的受體 它細胞模仿上有胰島素的受體 所以胰島素就可以跟它說 胖胖 跟你說囉 主人血糖太高 你趕快把它吸一吸 然後趕快把它合成起來 幫忙主人降血糖 這兩類的細胞就會很快的吸血糖 然後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合體 有沒有人知道這兩類的細胞 是誰 講一個也可以 有沒有 細胞 這兩類的細胞 一線底這個高清 沒有人知道我剛講那麼多疑感 我說是不是 嗯 肝很好 幾號 九號 第一個是肝臟 大家都知道肝臟是不是可以合成什麼 把葡萄糖變什麼 肝糖 對 然後後面剛才有人舉手 沒有 還有第二種練習的情況呢 不是胰島 再猜 要舉手 也不是小腸 對小腸是吸收 可是它吸收以後是 把你的糖放到血液當中 所以血糖會很高 好 因為有人知道了 嗯 猜 猜 也不是胰島 胰島是放胰島素的 對 也不是腎臟 腎臟不會是純糖類 蛤 也不是直直 我們現在講的是 把葡萄糖合成 純成肝糖的東西 好 肌肉很好 幾號 三三 很好 就是肌肉跟肝臟 沒有肝糖 你們國中是不是有背過 肌肉背過 肝臟沒有背過 哦 只有背過肝臟沒有背過肌肉 對 所以其實我們的肝臟跟肌肉 是純血糖很重要的地方 對 所以 胰島素的受體 就是可以接受胰島素的訊號 然後改變肌肉跟肝臟細胞 就這樣我們趕快吸收 趕快成為肝糖 好 我們叫受體 對 好 我覺得好像快下課了 讓我們不要講太多 好了 卡在這個尷尬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 講完細胞學說 然後我們知道身體是一顆一顆的東西構成的 然後這一顆一顆東西有比較簡單的圓核 還有比較複雜的增核 它沒有一些差異 對 原核跟增核的差異 最後給大家看一張圖 可能有點來不及 快打中了 但是我覺得這張圖有助於你們了解 為什麼增核原核會有差異呢 下次上課我們再來討論這張圖好了 好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張圖都很在講什麼 它可以讓你們原核增核之間的差異 不是用死背的 你們可以看到打中 然後我們下次下課再來討論這到底是什麼 啊沒看的我就會被人分了 好照相起來沒關係 然後我們盡快加入byline 然後要看上次的影片的話就有點可惜 你們會損失很多重要的訊息 好幫老師暫停錄影謝謝 名字